记者王寒平台南报道,寒流来袭,关子岭温泉区涌入泡汤民众,假日期间旅馆住房超过九成,业者说,加强温泉水质与服务品质,让游客有物超所值的感受,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获得青睐。 随着气温不断下降,关子岭涌入大批泡汤客,业者说,近来每逢周五、六住房几乎特满,几乎是一房南桥泡汤之外,也会品尝铜载鸡等商产美食。 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统计显示,关子岭游客一来自中南部居多,主要是关子岭距离较近及全台唯一泥江温泉特色,莫名前来。 但有游客反映,关子岭温泉旅馆的房价似乎偏高,部分较新的温泉旅馆官网双人房定价甚至破万,有时春节等连续假期住两晚,再加上吃湾开销所花的钱,如果碰上香港机加酒自由行促销,就可出国玩三天,比在国内旅游可能还划算。 有关子岭温泉旅馆业者说,目前关子岭温泉旅馆有29家民宿、露营区也陆续规划事例,事实上,拼价或较高价的住宿选择相当多,但不可否认竞争相当激烈,因而必须加强服务品质,让游客觉得物超所值,才能吸引游客再来。 在既有基础下,有业者认为,关子岭温泉区因潮生态旅游,并结合邻近东山咖啡公路等浓游,提供游客更多元的旅游方式,才能扩大客群,永续发展。 但,业者不会沿关子岭地区部分餐饮旅宿服务人有需要改进的空间,例如餐旅设施水屋设备全面落实建制,才能有效保护环境生态。 另有游客会反映同载机料理品质及是否开立发票等问题,牵涉游客对于整体旅游环境的感受与观感,都有待业者与相关单位一起努力。